近两个星期,一只叫做厚斗Monkeypox的病,突然在四大洲十三个国家出现 令到公共卫生专家大为紧张,世卫亦速速开会民谋对策 第一个案例是在英国发生,在五月初,是一个输入案例 这位人士曾去过西非的内吉尼亚,Nigeria,回到英国发病 但陆续在两个星期之内,有一些不关联的个案发生 到五月二十日,英国已经有二十个案例 在绝后的过几星期之内,陆续在西班牙、葡萄牙、 美国、加拿大、瑞典、意大利、比利是、德国、法国、荷兰、澳洲、 以色列等国家,而次有的病例有超过一百例 究竟什么是猴斗呢? 猴斗是一种寄生在列子类动物和猴子身上的病毒 亦都称为猴天花,英文是Monkeypox 这种病毒比较罕见,以往只是活跃在西非的热带雨林地区 但随着现在越来越多人有一些冒险式的旅游 他们就有机会通过接触这些动物的血液 或者是被抓伤或者咬伤,然后将病毒全部去世界其他地方 而2003年,美国也有四十多例被从另一个西非国家 叫加拿进口的一些寵物,叫土拨鼠有关 除了直接接触受感染的动物而得到传播之外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就要经过一些比较密切的接触 通常是一些比较长时间的面对面接触 可以接触到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 或者患者的皮肤有损伤 或者污染了的一些物品 比如一些衣服或者皮铺 都可以传播到的 猴斗的潜伏期大概是三个星期 患者可以发高烧,头痛,咳嗽 淋巴屈就会长大,也会可能肌肉痛 另外最主要就会看到 那块面最初会有一些红疹 这些红疹有些水泡的 以及淋后就会有些溃扬和流浓 而这些红疹慢慢要扩散去其他身体的不同部位 大概两至四个星期之后 那些红疹就会慢慢復活 它主要的治疗都是舒缓症状 今次爆发是一个西非病毒株 过去的死亡率大概是1至3% 其实猴斗是这么罕见 其实很少医生是曾经见过这个病例 所以很多时候因为这样 就会不诊或者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 科学家相信猴斗通常来说 它的传播是比较满慢的 它是偶然在非洲有些小规模的爆发 但是通常都不会成为一个大流行 但是今次它爆发影响的人 的上升速度是很快 而且它很多都是一些 曾经有一些叫做男男性接触的男士 比较高 不少它的病例 那些疹症 还在生殖器 和肛门 或者是口腔附近的周围 那似乎呢 性传播呢 是有机会是促成了今次的疫情 那但是暂时都没有证据呢 第一 今天是可以传播到这个病毒 暂时没有证据 那也都有机会 这些传播是经过 不涉及性接触的一些接触的途径发生的 虽然猴斗经过性接触传播的途径 是不是一个主要途径 但是以往也都有 内日尼亚的一些研究人员 在201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里面 他怀疑已经是有发生的了 因为有几名患者 他有生殖器的一些潰瘍 以往呢 通常感染者都未必会再感染其他人 但是 今次的疫情里面 看到这么广泛的范围 不同的国家都有一些 这样的个案出现 是令人很担心的 有专家推论 其实这只猴斗 在今年5月之前 在南南上接触者之间 其实都已经有一些传播 只是他们未被发现 也是有可能 因为新冠肺炎的各种 社交距离的措施 令到这个传播 是处于一个低水平 但是随着 社交距离的措施 放松了 人的生活是回复正常 那这一类的传播 又突然间 就会多了 至于今次的多个国家 短时间之内 有这么多个案例 同时出现 归根究底 在这个传播途径 是如何 就有待 这个流行病学家 和有关当局 再研究去确实